在我们生活的这一代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很明显的 世界正在加速的前进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我经常发现自己在思考永恒的问题 我经常在想 一个人死后离开这个世界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 有时我在观看着一大群人 并知道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停止存在 问题是 他们将永远存在于天堂 还是地狱 让我感到心碎的是 有多少人从未想过永恒 从未思考过永生 有如此多的人只活在此时此地 他们在乎的就只是这一生的事 死亡对一些人来说 甚至不是他们会想想的事 他们根本就不考虑死亡的事 撒末尔记上二十章三节说 我离死不过一步 人们倾向于将死亡视为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或七十年之后的事情 但圣经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离死不过一步 在我们和死亡之间 真的就只有一步之遥 生命是脆弱的 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脆弱吗 我们人类是脆弱的 你可以带着六块腹肌走来走去 但这不会改变一个简单的事实 你是脆弱的 人是脆弱的 是脆弱的人 生命是如此宝贵 它也是如此脆弱 当我在上课学习人体学时 看到这么复杂的器官系统 只要其中一个不能操作停掉了 生命可能就不在了 在疫情期间 前不久才好好谈话的朋友 听到他们因为病毒 过世了 我回想起 我曾经发生了一个意外 导致我血流如注 但我还是清醒的 我想爬起来 但身体无法动弹 我想着 如果失去意识 就这样流肝死掉了怎么办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 生命是脆弱的 生命无常 意外或明天 不知道哪个会先到 我们永远无法保证明天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 都可能在瞬间被夺走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离死不过一步 富人死 穷人死 年轻人死 老人死 病人死 健康的人也会死 我说这一切 只是为了简单地表达这一点 人类是脆弱的生物 我们不会一直存在地球上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当你离开这里时 你要去哪里呢 福音的信息是真实的 它是真实的真理 即使世界上没有人相信福音信息 它仍然是真理 事实是 在外面有很多没有拯救的真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很多没有拯救的真理 他们的教导都是真实的 但唯有福音的信息能够拯救 这就是为什么魔鬼使人们的思想蒙蔽了真理 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和四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当人死后离开这世界时 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这是说我们中所有人没有例外 以故斯布真牧师曾经说过 每个人都会死一次 然后一切都定了下来 并获得解决 然后每个人在审判时 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生 一死 被评估 然后等待审判 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会有两个目的地 天堂或地狱 没有中间地带 没有属灵中立的地方 只有天堂或地狱 有一个真正的天堂 一个永恒的天堂 一个没有悲伤 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没有心碎的天堂 在那里有永恒的喜乐 相信我 天堂将会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事 因为你将与主同在 就像是地狱是真实的 天堂也是真实的 根据调查 绝大多数人相信有天堂 但却不一定相信有地狱 我对如此多相信有天堂 但却不相信有地狱的基督徒的数量 感到惊讶 很多基督徒这么想 我不相信一个有慈爱的神 会创造一个像地狱一样的地方 并允许人们去那里 我看到一个留言说 无论罪恶多大 在慈爱的上帝面前都是小错误 有一天回头看看 就像一个父亲 看着一个孩子犯了无知的错 这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我们作为人类的思想 要创造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的上帝 我们期待他作为一个上帝 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最近有一个时髦的新标签 又使基督徒在世人眼中 看起来很聪明 是合理的基督徒 在Instagram上有超过30万 条帖子使用Deconstruction标签 就是解构的意思 这是因为有许多基督徒 已经脱离基督教信仰 成为进步的基督徒 他们接受同性婚姻和关系 以爱之名接受推崇跨性别 变装等行为 拒绝信心的核心历史教义 或者致力于粉碎白人基督教父权制 这个解构运动从基督教名人 音乐家和年轻 圣经知识不足 而且容易受影响的福音派人士中 招募新成员 他们标榜挑战你所被教导的东西 以建立真正的信仰 这个解构运动让你可以怀疑基督教信仰 怀疑上帝的话语 怀疑并背弃你的父母 以及更广泛地怀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禁止诚实的问题 怀疑和恐惧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对他们的处理方式 这个运动否认上帝和他话语的权威 并将自我提升为创建适合你个人的宗教 许多人陷入这样的陷阱 就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说的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传破坏了一般 他们是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 他们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围到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至十五节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奶相 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终有一天审判会降临 那些为神而活的人会得赏赐 我们中那些为自己而活 为这堕落世界而活 为那些暂时的东西而活的人 就要受亏损 神不会赏赐那些不顺服的作为 如果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将得救 我们永恒地救赎 无庸置疑 如果我们的房屋是建立在草木 河街之上 我们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人怎么能跑出着火的房子呢 到那时 我们永恒地赏赐 遗憾的是 我们将一无所有 也许你听说过一个不良的工头 为他的财主朋友 造房子的故事 他尽可能偷工减料 当房屋落成 没有想到 财主朋友就把房子钥匙 给了这工头说 谢谢你过去的帮助 我要把这房子送给你 有一个商界巨拨曾名利双收 但只把自己很少的财富献给神 自己对神也并不投入 当他死时 彼得向他展示他在天上的家 一个小棚屋 这个人大声抗议 彼得说 我拿你送到这里的东西 尽可能搭建了这棚屋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神 以恩典赐给我们的人生负责 人生要建立在耶稣为救主的基础上 我们要以最大的投入来建造 作为一位慈爱的上帝 他让人们可以选择天堂或地狱 地狱是真正的地方 是一个永远受折磨 一个没有爱或良善的地方 地狱是一个只有哀哭切齿的地方 审判等着我们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现实是 我们的审判将比其他人更严厉 马太福音12章48节说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脱谁就向谁多要 在我们生活的这一代中 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或油管上输入一节经文 然后看到解释这一节经文的信息 整体上 人们现在对上帝话语的知识 比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候都高 今天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了解 甚至超过了使徒 他们只写了部分经文 但我们可以接触到完整的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以善意说这样的话 对你和我 审判将会比其他人更严厉 你知道让我省思的想法是什么吗 我是个教师 我现在分享福音的信息 传讲装备生命进入永生的信息 就像你一样 我要受更重的判断 雅各书三章一节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 要受更重的判断 这些经文将敬畏上帝放入我的生活 我相信 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 有一天 上帝会特别严格地审判我们 因为我们对他人的影响更多 更容易 我们不能很轻率地担任教师 而不考虑其责任成本 所以我知道 我的判断会更严厉 如果你也是教师 或者 如果你有任何平台 可以接触到人们 无论是线上还是实体教会的 或者即使你不是老师 但是 你可以接触到这么多圣经资源 对你的判断 也会更严格 现在基督教正在把许多人送进地狱 因为他让人们误以为 你可以同时活在世界和教会里 可以一只脚在世界 然后另外一只脚在教会 但这不是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明确的指示 教会时代的圣徒 要与世界分别出来 我们要与那些迷失的灵魂分别 与那些与基督背道而驰的人 与那些无序形式的信徒分别出来 现在 我甚至听说过 世俗基督徒这个词 但这就像称罪人为虔诚的罪人 我鼓励你 我的兄弟姐妹们 记住这一点 我们每一天都在走向一个 必须为我们的生活付出代价的日子 我鼓励你过圣洁的生活 分别为圣的生活 这篇分享对你和对我一样重要 这篇分享是给这一代的人 我们获得的很多 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更多 对我们的判断也会更重 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过正义的生活 过纯洁的生活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我们已经获得启示 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知道他要求我们圣洁 我们所接受的圣经教义 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指示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那么我们就犯了罪 任何知道什么是好的 但不这样做的人 将面临更严厉的审判 信徒知道什么是好的 因为圣经明确指出 上帝的话 是为了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言行 他反映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话 这意味着我们违抗了他的律法和命令 当我们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西伯来书9章27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